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军假想了对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发射基地等重要设施发动攻击 确认了相互配合的作战步骤 话说这韩美军也没啥意思 早就看烦了 但把航空母舰开进黄海可就不一样了 在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黄海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家门口了 最窄的地方连200公里都不到 上次美国航母进入黄海演习的时候 中国甚至拿出了不惜一战的态度 可是这个周末不知道为什么 无论是媒体还是官方 对美国航母进入黄海一事表现得十分诡异 低调的一塌糊涂 难道我军战略大杀器真的起作用吗 第一次进入黄海的美国里根号航空母舰 被海带搞废了推进器 不过不管因为什么 既然大家都这么低调了 演兵也决定低调一下 本期就不了什么反制应对对抗一类的发题了 当然说到这里 貌似很多小伙伴都会露出诧异的表情 不会就这么结束了吧 你小子不会短得令人发指吧 嘿嘿 其实本期点兵想与您一起聊一聊 有关中国海军建设中可能出现的误区 首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其实以解放军现有的实力 美国航母进入黄海海域并不是一种威胁我们的行为 甚至可以说是将其自身置于极大的危险当中 在之前有关南海的话题中 我已经给大家介绍过 即便是在南海那种远离本土的地方 我军南海舰队在岛礁基地群和海南岛岸基航空兵远程火力的配合下 面对美军的双航母战斗群都是有战而胜至的能力 更不用说黄海 这种紧邻本土的狭小海域了 如果真的爆发武装冲突 美军在韩国的基地群能起的作用 都比这个孤零零的航母战斗群要大得多 除非美帝的舰队司令在幻想大东沟海战和登陆威海卫 于网络上最经常出现的各种叫嚣战争的血淋淋的论调 以及窝囊 软脚瞎一类莫名其妙的讽刺不同 虽然在平均深度只有44米 潜艇基本无法使用的黄海 022型导弹快艇都能给美国航母战斗群足够的威胁 配合上空军的打击力量和大量的按机反舰火力 击沉整个航母战斗群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国际政治以及国与国之间的交往 毕竟不是普京提到的列宁格勒街头小流氓之间的交往 也不是鲍威尔在海湾战争时说过的纽约街头大流氓的做法 更不是地下室建位成天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的妄想 这些看似很痛快 有时也真的能让很多人爽一下 但然后呢 其实当年苏联的海军建设 就在这种看似很爽的思路下犯了极大的错误 我曾经将海军分为打击型海军和控制型海军这两个类型 苏联的红海军就是打击型海军的典型代表 在战时 起枪在舰载航空兵和舰载防空导弹的保护下 抵近美国航母战斗群 一次性发射出超过50枚重型超音速反舰导弹 而且这些导弹是搭载核弹头打 起火力可以说傲视群雄 然而这并没有什么用 是啊 这样的海军让我们看着很爽 很符合现在很多网友的资助 但这种一旦开打就是核大战 就是不死不休的全面战争的建军思路 在所谓的剑拔弩张 却并没有真正打起来的冷战中 更多的是让人不爽和无奈 比如美国在越战失败后 全面撤出东南亚 但这时的苏联却无法填补 美国撤走后留下的真空 苏联海军当年严重缺乏 应对低烈度冲突的装备 总不能看着人家百十吨的海警船 你直接用SSN12招呼吧 或者你准备用牙克38 那百十公里的作战半径来进行区域巡逻 就算你可以用航程上万公里的图142 来干这种控制的事 可那些你想要控制的小国 怎么也有F5了 你又准备怎么对待呢 据说基地里还有不少作战半径 也是百十公里的米格29 所以就算当年苏联在美国撤走后 占据了金兰湾 也没有让周边的美国盟友有所转变 而且按照当年苏联打核大战的建军思路 其各种装备的使用性能和可维护性能 都非常让人发指 比如当年研制米格21时 发动机的射击要求只有百十小时 而且就算装备能扛得住 按照苏联当年那崇尚 主观能动作用的生活设施 如果真像美国航母编队那样长时间巡航 你信不信那些水兵能划遍 所以常年装备苏职武器 甚至是苏联帮助建立起来的海军 在近年的高速发展中 不得不让我们感到有些担忧 尤其是022导弹快艇 这种空潜快的典型代表 大批量服役的时候 当然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在我看来 世界上最大的美粉是解放军空军 第二就是海军了 请在微信上搜索每日点兵 关注我的微信号 原创不易啊 各位看官就是我的一时父母 打开微信 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无论你有什么想说的 想问的 想吐槽的 想了解的 都可以与我交流 您的关注就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 谢谢